你知道吗 你看到的股价 其实是机构之间传递的转折信号 如果你不知道 今天这个视频将颠覆 你对机构操盘手法的认知 从此以后 机构之间的密密话将无所遵行 比如大盘之前出现的3626.26 5143.34 3456.72 你有印象吗 其实这都是机构暗语 通过机构暗语时顶底 可以让你的操作更灵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常见的机构暗语有五种类型 我们将逐一进行攻破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看到的是 它的股票数字是5块1毛5 你发现这个数字5和5 是一个对称的低点 这个暗语叫正反数 股价处于下降趋势中 出现了这个特征 那意味着股票要见到底部了 之后形成一波上涨 还是看这个案例 6块06也是一个正反数的暗语 股票处于上升趋势中 那意味着股票要见到顶部了 比如说其他的 像8块4毛8 75块5毛7等等 这种数字对称的形式 都是正反数 如果你提早了知道这个暗语 是不是可以很好的 卖在股票的高点呢 所以出现暗语数字 你要随时注意 市场的走势和方向 而像17块1毛7 就是跌数暗语 因为它的后两位 和前面两位的数字 是相同的 股价处于下降趋势中 那意味着股票要见到底部了 图中这个例子 从正反数的75块5毛7开始上涨 一路涨到了136块3毛6 小数点前和小数点后都是36 也是一种跌数 1313 6868 无论小数点点在哪里 比如说13块1毛3 那可不可以是131块3呢 也可以 不管小数点在哪里 只要出现这种机构暗语 遇到上涨和下跌的末期 也就是波段级别的高低点了 我们再来看最常见的暗语信号 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案例呢 5块4毛4 你发现后面的第三位 和前面的第二位数字相同 这叫对数暗语 对于我们来说 整个市场中有很多的暗语 如果是对数暗语的 那么股票默契上升 就告诉我们高点来了 反过来下跌到了4块4毛4 股票对数暗语出现的低位 底部信号确立 符合对数暗语后下降趋势结束 当然也要活去活用 第四种暗语叫顺逆数 什么叫顺逆数暗语呢 比如说456789 同样的654321 都是属于顺逆数 7块8毛9 43块2毛1 这个叫顺逆数暗语 顺逆数暗语 可以抄底也可以卖顶 比如说这个股票 低位146块7毛8 这个就是顺逆数暗语 这是一个抄底的线号 可以考虑建仓 我们再来看这个暗语 234块08 可以看到前面的三位 234也是顺逆数 可以卖在阶段的顶部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数字 初步的判断顶和底了 最后一种呢 是特殊数字 特殊的数字 也通常是具有一定特殊含义的 比如说1949 886 518等等 这个图里面的股票 跌到了低位 出现了520的特殊数字 之后呢 形成了转折 很显然 这也是机构之间的一个暗语 而之前的一个反弹高点 正好是6块4毛5 虽然不是顺逆数 但456 654是顺逆数啊 这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变形 特殊数字体现出机构 也在不断的进步 在传递暗语的时候呢 也在与时俱进 你学会了吗 机构暗语包含顺字数 比如说1234 也包含正反数 比如说34545 也包含对数 比如说13.888 包含叠数 17.17 等等 机构暗语出现在上涨过程中 容易做头 反过来 出现在下跌过程中 容易做底 当然呢 不是所有股票的顶和底 都一定会出现机构暗语 机构之间的暗语密码 也绝对不止这五种 机构也是一直与时俱进的 但这个技巧呢 可以让你在脑海中有个印象 下次再出现这种特殊信号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提起注意了 因为这种数字的特征 它不一定是随意出现的 也不是偶然 它具备一定的必然 有可能说明机构 在这里传信号 所以不要错过机构暗语的机会和风险 当发现机构暗语之后 综合分析活学活用 更好的去操作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股票 是不是有出现这样的机构暗语密码 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去交流 crise玩 triple minimum 再度 精硆